我們提倡人間佛教,能夠應用現代人的語言、想法、觀念。 一定要用佛教,佛學很深的名詞。 慎言師父 我們用心五四。剛剛講的是師父。 我們還有就是,剛剛也講的就是感恩。 感恩、感謝、感化、感動。 我們還有試藥。需要、能要、想要、該要。 還有,蠻好用的就是,示祂,面對祂,接受祂,處理祂,放下祂。 還有,師父剛講過的,釋安,安心,安家,安生,安心,安家,安業。 那就是我們用這樣的很容易的教法,讓更多人來運用。 那佛法就會在我們社會,大家可以來用。 不管是公司航好,一般的日常生活,可以應用佛法在他們的daily life。 那這樣呢,我們就可以提升我們整個社會的,我們叫做人的品質,來建設人間淨土。 這是非常實用的佛法。我舉個例子來講。 比如說,示祂,面對祂,接受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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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非常好用。我們就是生活在,一般的我們現在的競爭,你剛提到了這種競爭 competition 也非常的壽,非常強烈。 但是,我們能夠把它區別,哪一些我能做,哪一些不能做。不管是好的壞的,我們都要接受。 因为这是我们共同处理的环境 我们逃也逃不掉 但是我们可以区别 哪些我能够做 哪些我的能力还不够 没有办法处理 那这样的话 就是要面对它 因为已经来了 我们要接受它 最后我们人的生命都会结束 最后一刻我们要面对 生命结束一刻 你不面对也要面对 就是我们面对接受 但是我们还有活着 还有一口呼吸站 我们可以帮助自己 也可以帮助别人 比如说我现在 至少我还有讲一点点佛法 我还可以帮助人 我相信我可以做得到 那这个就是我能够做到的范围 我能够做 那就是处理它 那自己说效果怎么样 那就放在那 因为效果 很多因缘的条件 才呈现的 所以我不会计较它成果怎么样 这就是 圣经师傅在四众佛子 过美语告诉我们 那就是尽心尽力第一 不知道你应有多少 所以我们应用这样的一个简便 简单的一种 就是呢 观的根方法 可以让我们很多人也可以应用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跟我们的 就是人间 跟大家的 daily life 生命 生活 可以结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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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